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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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的第一樂章 就來談發生的生不生 然後第一樂章 最主要由張俊哲教授 跟孫以漢教授 讓他們來演奏 詛咒 OK 所以也就是最主要來看看 在整個一個生殖的過程 那生殖過程裡面 當然就是會有精短的形成 跟這個精短的結合 那中間其實在這所有的過程當中 會穿插一個東西叫血管新生 這個我們最後再來跟各位談 那生殖的部分 大家覺得說生殖很簡單嘛 對不對 剛才跟陳出廷 陳老師在講說 這個學生就 小孩子就是不懂得 減速分裂也會生啊 但是我們從過去來知道 從孔子來說這個飲食男女 OK 這個男女其實男女就只生殖 人之大欲 或者告指說是色 性也 這是天性 OK 這個虛雲大三師就講的這個說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記起的生命 所以感覺上生殖很簡單啊 你不懂也都可以生嘛 對不對 但是是很簡單啊 但是事實上真的很困難耶 不知道大家 我想我待會再點一下 那當然這個最好玩的還請各位 在往後的十週都來參加 我們的這個系列演講 以精子來說 一個成年男子一天要產生2到5cc的精液 每cc的精液裡面有10到600萬個精子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 那個製造精子的速度有多快 這個賺錢 我們賺錢如果像這麼快 OK 然後呢 跟這個女孩子這邊呢 她更年期後每個月要排一顆 然後排出來之後 左邊右邊 是到底 她怎麼知道說只排一顆 為什麼不會左邊也排一顆 右邊也排一顆 然後這個東西誰來控制的 OK 然後你看這個卵排出來了 這個卵從這邊製造 然後後來這個卵排出來之後 要輸完管 欸 這麼準啊 就這樣丟出來 然後輸完管就接到了 接到了勾勾勾勾勾 就送出來了 然後精子要過來 過來兩個要結合 然後你想想看 這個卵在這邊經過 它在那邊運行過程當中 它等於是把整個卵巢就在那邊挖個 像挖個隧道一樣 挖一堆的洞 然後你一個月排一顆 你排個幾次之後 那個如果卵巢不再修復的話 那個卵巢大概就被挖爛了 但有沒有 沒有啊 Amazing 耶 然後男生也是一樣 精子在鎬完這邊製造 然後儲存在副鎬 當有高潮的時候 整個精子你想想看 要從這邊一塊很速度 大概從這邊要衝出來 這個距離蠻遠的 這距離超過50公分 然後在那段時間內 你看那精子要承受多大的激勵 然後它被很快的這樣送出來 居然沒有分頭 這個也是Amazing的事情 OK 所以其實光是這個精子跟卵子的產生 就很困難 那結合呢 結合更困難了 大家想可能說就碰在一起就上了嘛 對不對 但是我舉了一些例子 比如說這個是台灣每年在3、4月 南灣會有一個大盛會 就是珊瑚的產卵 這個珊瑚產卵有150種的珊瑚 會在很短的時間內 把它們的精子跟卵子排出來 排出來甚至讓整個海水變色 你就知道那個量有多高 但是你想想看150種的珊瑚 然後這個個體就不曉得多少了 個體就更多了 那這些大家同時排精排卵 然後你想想看這些精子跟卵子 它怎麼會找到自己的 因為這裡面如果說A的珊瑚的精子 跑到B珊瑚的卵 兩個結合上去了 你覺得會發生嗎 各位 你覺得這種事情會不會發生 不會 我跟各位講真的不會 就算茫茫大海那麼大也不會發生 因為如果會發生的話 現在其實南灣只有一種叫雜交種 它就不會有150種 OK 那是一個精子 一個卵子那麼小 在一個茫茫大海這樣攀出去之後 怎麼會找得到 然後在找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有這個魚蝦貝類來湊一腳 說你排精排卵色 我也來排精排卵好了 我們大家一起來玩 會不會 Maybe 但是沒事發生 不要怕 OK 所以你要知道說 這個其實不是那麼簡單的 同樣道理 我們的這個春暖花開 有多少的花在那時候開 然後把他們的發粉就送到空中 然後在這空中裡面 它有可能自己的發粉 有可能別人家的發粉 你的蘭花會不會上面沾的是 杜鑑花的發粉 會耶 那沾上去怎麼辦 會不會又變成雜交種出來了 所以真的會 但是呢 他們上上去之後 他這個發粉管可能就不會鳴發 或者就算鳴發了 他可能找不到這個軟細胞 所以生命裡面其實有很多很複雜的 這些構造或機制在調控這件事情 所以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好像說 好像時間到了 就該有小貓小狗出來了 這個時間到了就該開花結果 OK 然後其實如果真的要算 這個是我故意好玩算 不是真的 不過我只跟各位講 我們一個精子大小 大概5到10個微米 然後也就是說一般這個地方 大概精子大概會deposit在這個地方 然後它被deposit在這之後 它被釋放出來之後 它要一路從這個地方開始游 游到整個蘇軟管的 這個前面三分之二的地方 然後去碰到軟子才有辦法結合 OK 然後從這個子宮頸一直算 算到這邊 我們算大概30公分好了 所以如果是30公分的話 它的這個距離是這個精子的三萬倍 三萬倍 也就是說如果以人來說的話 我走一步70公分 然後我70公分 三萬倍就21公里 大家想想看這些精子 當它被放到這邊的時候 它也沒有地圖 也沒有GPS 它要走21公里去找到一個軟 那個真的是茫茫 也是茫茫大海 更何況 剛剛提過了 這個軟子它是左右一個月排一顆 這個精子到這邊怎麼知道要往左轉 往右轉 當它如果說軟子從左邊出來 它跑到右邊呢 拜拜啦 就沒了 因為那邊沒軟啦 所以這麼短距離 這麼遠的距離 為什麼不會迷路啊 好啦 就算沒有迷路啊 就算它很順利的找到這個軟了啦 OK 這是一個應該是一個科學會圖 它會到 這是軟在中間 外面有一層最保衛細胞 OK 電池保衛細胞大概很多層 這個大概三五層的保衛細胞 軟細胞在裡面 所以當精子你跑到這邊之後呢 你又要很努力的 還不是這邊就看到了就鑽進去了 OK 他還要想辦法把這個保衛細胞 要鑽過這個保衛細胞 然後最後才能夠進來 那只有一隻可以達到 那其實大家想 我跟各位講 各位 你我我們都一樣 你我可能不是在那一批精子裡面 跑最快的那一隻 你可能是最幸運的那一隻 因為可能有人他跑得最快 他在挖這個地方 挖了半天 挖到一半 結果 結果能量用完了 累死了 所以他拜拜了 所以他挖一個洞在那裡之後 第二隻 你要挖好的洞 那就進去了 所以我們不見得是最快的那一隻 你是最幸運的那一隻 OK 所以受精懷孕真的是miracle 真是奇蹟 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沒辦法懷孕 其實有時候想想也應該還蠻正常的 OK 然後好啦 順利的受精了 然後胚胎要開始發育了 那胚胎發育呢 曾哥哥講 剛剛提過我們整個 胚胎發育呢 我們基本上有從 細胞分裂 細胞分化 模式形成到形態發生 這個倒得變成一個個體喔 這每一個步驟都是不可能的任務 比Tom Cruise的那個 Mission Impossible還難 為什麼 OK 我們一個人來跟各位講 我剛才講說這個受精之後 一個受精軟 然後他就開始分裂 大概一個小時分裂一次 最快的時候 一個變兩個 四個 八個 十六 三十二個 這樣一直分裂出去 在十個月內要從一個 至少要變成一兆個 因為一個小baby大概有十兆 大概一兆 這個每個人估計不一樣 有些人說一兆 有人說五兆 那不管怎麼樣子 你從一個細胞在十個月內 你要duplicate 你要分裂 要變成一兆個出來 然後這個每一個要形成的時候 你現在看這裡面 我們各位 剛才這個高主任也講了 你們知道DNA DNA 我們一個人身上 任何一個細胞有三十億個基因減對 就是ATGC這樣子的配對 三十億個 然後你要在所謂細胞複製 就是你在一個小時內 要把三十億個要duplicate 要把它複製 各位我給你一個樂高玩具 叫你在 你把這個三十億個樂高 在一個小時內要把它逗 逗 逗 而且逗得一模一樣 要跟上面逗得要一模一樣 然後還不止這樣子 不是只把這逗完就算了 你還要製造出兩萬種的蛋白質 而且這兩萬種的蛋白質 製造出來之後 都要把它放到正常 正確的位置 你還不能放錯 還不是做完出來丟在旁邊就好 所以一個小時內要做完這些多事情 大家可以想想看 那真的是 真的是missue impossible 我們現在的工廠 沒有一個工廠可以做那麼快 那再來細胞分化 你的受精卵 我們就叫一顆 就叫受精卵 但是當你變成一個胚胎 當你變成一個正常的嬰兒的時候 你的身體裡面 至少有270種的細胞 包括各位 你看你們的眼睛 你的肌肉 神經 骨骼 everything 你的視網膜 你的這些 總共要有270種 一種要把它變成270種 那一樣也是一個更重要的 這個270種又在正確位置 你的眼睛的視網膜的細胞 如果跑到你的耳朵 或跑到你的肝臟 那那個也就白長了 所以那個分化完 還要到一個正確的位置去 再來是模式行程 OK 我剛才就講 不管高懷胖瘦沒醜 各位就是一個人模人樣 你絕對不會說他是人 對不對 雖然他已經跟你說嗨 為什麼 他不是人 你怎麼看他就是 你就不會說他是人 但是各位在座的每個都是人 我沒有用人 因為用人怕人家罵我 我就找些動物 你看 包括動物也是一樣 好巧啊 所有動物的鼻子都在兩個眼睛中間 你看狗狗 青蛙 駝鳥 猴子 魚 還包括連螃蟹都一樣 然後有眉毛的話一定在眼睛上面 嘴巴一定在鼻子下面 沒有例外耶 怎麼那麼巧 怎麼那麼巧 真的是巧嗎 那就算是巧 那怎麼安排的 各位 我們的手 你們注意看看 你的手跟手之間 其實還有一個小小的薄膜 那個其實是一個退化的證據 也就是說我們的手 本來可能會像一個鋪 那是因為你手指頭 跟手指尖的肉 被program說你要死掉 因為不死掉的話 你的手就變成一張鋪 我想各位想想看 你再怎麼漂亮 再怎麼英俊帥哥 你把手伸出來 手上一個鋪的話 你應該就想退了 對不對 所以不會 你只要是人 你手長出來就是一個手 你不會變成鋪 這些動物 你看這耳朵 牠該長的就是 大象的耳朵就是這樣子 你的耳朵就只有這個樣子 你絕對不會長出一個 大象的耳朵出來 為什麼耳朵長到這個樣子 就停住了 就不再繼續長了呢 牠為什麼不繼續長 繼續長再多長個兩倍好不好 然後這些動物的尾巴也是一樣 各種動物有各種動物的尾巴 你絕對不會在老虎的身上 看到了馬里尾巴 短尾的就是短尾 長尾就是長尾 不會短尾的長成長尾 為什麼 這麼巧嗎 這些是怎麼控制的 生命怎麼這麼的巧 會去讓它 你長到這個長度 我們的鼻子長到這個長度 就不會再長了 你的牙齒就算有虎牙 你也不會真的長得像老虎的 這虎牙長得露出那裡 哇 一顆虎牙 或者從嘴巴上整個撐出來 牠怎麼知道是該停呢 然後形態發生 形態發生裡面我舉一些例子 是大家可以看來看看說 譬如螺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你們在 不管在路上看到的 這些非洲大蝸牛 符咒螺 或者海邊去撿的螺 我們把它叫做有左旋跟右旋 什麼叫左旋 什麼叫右旋 這個哪邊是 哪個是左旋 哪個是右旋 放在左邊的就是左旋 放在右邊的就是右旋 這是右旋 這是左旋 所謂右旋左旋 你就看 你把那個螺的螺口 這叫螺口 向著你 OK 向著你 它如果是在這個右邊的話 它右旋 或者你把它 這個叫螺塔 中間最尖的叫螺塔 螺塔向著你自己 它如果是順時鐘的 我們叫右旋 反時鐘的叫左旋 百分之九十九的螺 大概都是右旋螺 很少很少是左旋螺 但是有少數 像台灣有一種叫 半家拉左旋螺 你們如果到墾丁去的話 他們所有的家族都左旋的 他們家族如果你找到右旋的 那是一個 那反而是怪胎 但是其他的螺 百分之 你們不信 等一下這個下了課 你們去找非洲大瓜 你們看看百分之九十九 大概都是右旋螺 怎麼這麼巧啊 怎麼這麼巧 招潮蟹 招潮蟹到底 那個公的招潮蟹 那個大螺到底是在左邊還是在右邊 我拿照片給各位看 怎麼樣 這是網文招潮蟹 這兩隻剛好 一個左邊一個右邊 這個是台灣招潮 也可以看到一個左邊一個右邊 所以但是大部分還是右邊居多 OK 我等一下大家有興趣 我放個大家去算 那怎麼那麼巧 如果以機率問題來說 應該50-50 對不對 應該這個左旋的一半 右旋的一半 或者是這個左翱一半 右翱一半 那個叫做possibility 但是顯然這個不是possibility 這顯然是被調控的 誰來調控 對 剛才講牙齒 你再怎麼樣子 像這個 大家有沒有看過沒有 這個它這麼兩個大牙齒 它長哪裡 它這邊有一個洞 你看到沒有 它在上顎裡面 這邊又可以長兩個洞 它的整個大牙可以在那邊抄過去 如果各位傳承是你 如果你的虎牙長到從這個 你的上唇這邊插出來 插兩個牙齒出來的話 能看嗎 那還好啊 但是你的牙齒為什麼那麼厲害 怎麼知道說長到這個長度就不要再長了 對不對 這個咬合 這個咬合怎麼那麼巧啊 上下牙齒兩個就長得不會說一邊高一邊低 我拿這張還算比較客氣的 還有長得比這個更恐怖的 但是大部分沒有啦 大部分的都還算好 至少你的牙齒再怎麼咬合 像這個咬合不好 你至少不會像老虎 像鱷魚 像這魚長成這個樣子 那這些真的都是巧合而已嗎 我們說我們是左右對稱 很多動物我們也說它左右對稱 但是為什麼是左右對稱 為什麼不能35鼎立呢 大家看到那個外星人的那個 我記得有一部外星人 那個Tom Cruise演的 那個外星人他們的那個 Tom就是三隻腳 然後Tom的飛碟也是下來也是三隻腳 三隻腳不錯啊 我們過去的頂就三隻腳 35鼎立很好啊 為什麼要兩隻腳 為什麼左右對稱 海星有五個啊 就這樣子嗎 你的眼睛就長到前面 為什麼不長到後面 我們感覺上是左右對稱 但是你真的把人的這些 身體構造打開來看看 一點都不對稱 甚至你的血管都長得不對稱 你的腎臟一高一低 也不對稱 你的胰臟只有一邊 你的肝臟左二右三 而且大小不太一樣 肺臟看起來兩個量要大 但是也是左二右三 也不對稱的 所以到底這些所謂對稱跟不對稱 到底誰來控制啊 誰來決定的 那怎麼那麼巧 你也不對稱 我也不對稱 為什麼不會有人就很對稱 我算怪胎我沒對稱 不是啊 大家都跟我一樣都不對稱 好巧